位於九州東北的日本四國 有18000平方公里那麼大 到底五日四夜可以玩到多少地方呢? 各位同學一齊陪先生挑戰 一張JR Pass 可以玩到多遠 先生買的這張四國鐵道周遊券 Oshkoku Rail Pass 有了它就可以在有限期淫乘JR 四國巴士和火車 先生這次買的這張11500日五日券 去雲得島高知鄉村愛媛四個縣 計算賣賣足足欠了一萬多日圓 第一站才來到得島 Toku Shima到處走 講到得島就一定要來這個 寧山寺 Ryozenji吸含靈氣 傳說發明平假明的四國爭女 空海大師 年輕的時候在四國修行 途經88間寺廟 這條修行路線就被稱為 四國88寧場 要學空海大師進行騙路修行的話 第一站就要來到這個寧山寺 雖然先生不是來騙路修行 一場來到也要跟著指引拜一拜 洗完手敲鐘 就來到本堂和地藏菩薩 釋家將和崩頭爐專者 鼓鼓 本堂的天花板上還畫了一條 極精緻的龍 來到一定要好好欣賞 好想呀 先生這些凡夫修指 拜完神就當然去旁邊的門前一番街 吃這道最出名的金時番薯軟雪糕 每個400日圓 還加上暖粒粒的番薯蓉 想不到這裡的雪糕 牛奶味又多香濃 來到得到必試的香肚料理 還有生蕎麥麵 平時的蕎麥麵 多多一點都可以混入麵粉 生蕎麥就是沒有混麵粉的純正蕎麥麵 口感陰隱 維他命B1B2還特別豐富 吃完記得倒這個 蕎麥湯 Sobayu落醬汁 當湯喝 裡面有很多蕎麥粒粒 又健康又養癌 除了生蕎麥麵 得到拉麵也是相當出名 得到到處都是拉麵店 今晚先生就來到 德島車站附近的麵王拉麵 買完飛等叫位 順便訪問後面這班學生哥 這裡有什麼好吃 甚麼店員 餃丼 莉莉 小麥麵 就是吃麵 不是拉麵 只要order 是只是拉麵 得到拉麵不是放叉燒 而是豬腩肉片 醬油豬骨湯底超濃郁 甜甜甜的 500日圓一碗這麼便宜 一場來到當然要做宵夜 德島山多平地小 原來河流更多 想欣賞德島市中心的美景 搭這隻湖濾島觀光船 便最適合甚麼 大人300日圓便可以搭這隻觀光船 欣賞河半景色20分鐘 河流多自然有橋 這隻觀光船會逃經19條大橋 船夫一邊開船一邊講解 仍我一陣穿過最矮的福島新橋 橋底和船身只會相差10cm 想不到好像很悠閒的活動 竟然有刺激感 嚇到心肝勃勃跳 下船一定要吃點好東西定驚 來到德島車站地庫的和田奶屋 一定要嘗嘗超過400年歷史的龍之燒餅 Taki no Yakimochi 這款煎年糕被譽為繁煮的御用果子 還得過很多全國果子大獎 吃完煎餅又差不多時候離開德島 臨走當然要去旁邊的手信店 買幾盒當地拉麵回香港慢慢享受 下集繼續向高枝和鄉村縣進發 先來到Dataya吃文青早餐 再來到戶屋甘志郎試試蕃薯新地 去栗林公園吃個椒粥 再拆香噴噴的連骨雞 哇!趕到流口水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下集見 またね!